叶玄与小莫先生相恋三年,期间也又过分分合合,不过最终稳定下来,近日贫贫秀幸福,也预示着两人好事将近,迎来不少网友祝福。 不过,这两天一只判决书,将她推到了封口浪街,原来三年前,叶玄曾经状告小莫前女友败诉,上面写着叶玄为实验女友,被理解的前女友,那叶玄平平是爱对象究竟是谁? 外界传言不休,叶玄似乎并不急着辟谣,但她点赞了小莫先生一条微博,这个举动让人非常不紧,按道理如果两人真的分手,即笨老死不相往来,有了新恋情还能大度为前男友点赞不得不说,叶玄心真大。 8月8日,叶玄一大早更新了微博动态并写下,来生由古人时,客众东轩你我乡,昨晚跟帅郭俊和挚友谈天收益,想起刘昊这首诗,所以客了一箱摘着没摘好张,两人之间除了爱,还有甘板相照的义气,不离不弃的默契,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。 感恩有你,疑似辟调与小莫先生分手传闻,而且最后一段,完全就是形容她与男友感情,非常稳定,叶玄还同时晒出来两张照片,除了一张自己古装照,更有一张手男莫师的照片,这也被认为辟调最有力证据。 他评,常秀文爱经常帅锅帅锅的叫,今天秀文爱改成晒莫时,很明显暗示男友就是小莫先生,叶玄判决书上写着时任女友,可是判决书并没有日期,也就无法证明判决书是近期才出,时任女友理解为当时女朋友,并不能证明叶玄与小莫先生已经分手,而在两人相恋这三年其实也有过分分合合, 如果判决书刚巧是分手时候出炉,那就不难理解了。